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没把钱当回事 也不想追究 可是会计却不干 不依不饶地要求查看监控录像 领导说监控失灵 让他别管闲事 于是不了了之 但这位会计却总是不甘心 几年后又主动爆料举报领导的不作为 要求必须查清被他自己偷走的这笔钱 还特别请来大V朋友帮忙录像在网上曝光 无奈之下 领导组织人员彻底调查 结果查处是这位会计自己坚守自盗 这位会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落入法网并上电视认罪 这不是笑话 这就是刚刚上演的大陆最高法院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的真实剧情 上周五 法官王林青现身央视认罪 说他和崔永元前段时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涉及中共常委的于林凯奇来案卷宗丢失大案 其实是他本人闲得没事找事 故意窃取卷宗材料 属坚守自盗 目的是想给单位制造点麻烦 使新承办人员不能顺利进行后续工作 使得单位让其继续担任承办人 这个弱智般的剧情显然已经出卖了编剧的智商 而与编剧的智商不相上下的是王林青本人 因为他拿走的卷宗材料是上诉状代理词 第一次合议笔录等法院工作电脑中 有备份或可复制的案卷材料 也就是说就算他全偷走了 也并不影响案件的继续审理工作 难怪大陆冤案遍地 因为中共法官的智力水平 实在远远低于正常人的智商 这个榆林凯奇莱案的剧情大翻转 让所有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而对之前的前陕西高官落马的分析 和对随时下一个被拿下的预测 都要重新调整说法 而这出夹杂的惊悚的闹剧中 最令人费解和最吸引眼球的角色 则是首先曝光此案的前央视主持崔永元 因为王林清22日在电视公开认罪后 号称可以跟王林清一起死的崔永元 却没有发声 但在中共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中 却没有忘记烧上他 报道中称崔永元在其工作室 帮助王林清录制了反映凯奇莱案案卷丢失 监控视频黑屏等问题的视频 上述部分视频经崔永元剪辑后 分段在网上发布 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 王林清拍摄后在网上流出的 券案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 鉴于王林清的行为已涉嫌犯罪 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从这口气上来看 小崔恐怕处境不妙 说令人费解还有另一层面 想想看 以小崔的智商 却让闲得没事 自己举报自己的王林清 给骗得一塌糊涂 心甘情愿给人家当枪使 又是秘密录像 又是微博爆料 甚至在王林清失踪后 表示愿意与王林清 一起同归于尽的表现 实在与大家所熟悉的 那个崔永元对不上号 但如果王林清 这次上电视是为保命 而不得已的被认罪 那过去这两个月发生的事 才符合正常逻辑 说吸音眼球 显然 自称背后靠山很硬的崔永元 这次遇到了更硬的对手 而联合调查组公开站在周墙一边 说明高层两股势力的博弈 激烈空前 而从调查报告的措辞上看 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 已经扣在了王林清的头上 而把这秘密拍摄上网的崔永元 会不会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查办 并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央视认罪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串串烧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美中进行了第八轮部长级会谈 双方都力求于3月1日前达成协议 哦 那谈得怎么样了 从时间上说 谈判进入了冲刺阶段 从进度上说 谈判仍处拉锯状态 哎 能说的具体点吗 具体来说 中方承诺每年加购3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 包括大豆 玉米和小麦 美方则紧盯结构性改革 针对六项结构性问题 起草调解备忘录 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网络盗窃 知识产权 服务 货币 农业 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 哟 听着好长啊 能挑重点简要说说吗 简要说 双方谈判基本内容是 你别偷 我没偷 你还说没偷 我就是没偷 你要怎样才能不偷啊 我再都买点大豆 中共自由派元老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瑞 于2月16号去世 其远在美国的女儿李南央 公开了李瑞 不开追悼会 不进八宝山 不盖党旗的遗愿 但中共还是于2月20号 按正部级规格在八宝山 给李瑞开了追悼会 还特别盖上了那面党旗 李瑞虽然是中共元老级人物 但正因为他见证了中共的血腥历史 所以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对所谓的肃清AB团运动 李瑞说 这场运动中 共产党杀自己人杀了十万 此外 李瑞也亲眼见证了六四事件中 中共是如何用机枪和坦克屠杀学生的 李瑞生前曾表态说 那些躺在八宝山里的人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他们 不过中共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中共是打定了主意要做这场秀 所以不仅李瑞的遗体被送进了八宝山 还被盖上了血红的档旗 这一幕让我们看到 在中共之下 无论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无论你是高层还是基层 中共不仅要决定你的活法 还要决定你的死法 哎 活着没有公开与党决裂 死了你就拗不过党了 哎 小王 还记得曾经掀起一阵武林打假风波 中国格斗教练徐晓东吗 记得呀 他最近又打谁了 他要打战狼吴京 啊 这有点悬吧 吴京现在可是国家保护动物 我是说啊 人家现在可是国家保护人物 难道徐晓东没看 流浪地球嘛 看了就是看了流浪地球 徐晓东发帖说 不好看 真心不好看 但是徐晓东也很客观 试着多层面换角度去做出更客观评论 换角度 那会看出不同的结果 当然了 徐晓东说了 如果非要装作一只猪去评价 那这部电影就太好看了 哎呀 你别说啊 虽然只是一具影评 不过徐晓东直言不讳 已经是很有勇气了 自从流浪地球工艺以来 已经成为太空版战狼 民众对该影片的评价 已经成了三观正否 爱国与否的标准 所以有网友将这部灾难片 评价为灾难级的灾难片 很有道理 是的 此外 徐晓东还与太空战狼吴京杠上了 说吴京只是一个演员 如果擂台实战 吴京和我打扛不过一分钟 我觉得吧 这徐晓东有点说大话了 没遇上吴京是他的幸运啊 为什么呀 这你都不知道 吴京曾对着镜头 对爱国粉丝们铁骨铮铮地说道 你们知道坦克从你身上过去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过 你们知道坦克从你身上过去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吗 我感觉过 不会吧 坦克一般在四十吨到六十吨之间 就算是轻型坦克 也得十吨到二十吨 吴京这话只有两种可能 不是吹牛就是找死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找死是要挑战坦克的重量 吹牛是要挑战脸皮厚度 他们只是表现不同 本质上展现的都是纯正的战狼精神 我认为啊 这到底是精神 还是精神病 有待医生来鉴定 2月19日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 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 社会民主党 民主中国阵线四个民运团体 赴洛杉矶联邦调查局FBI办公室 递交了请愿书 并向FBI办公室提交了 中共间谍在洛杉矶渗渗透活动的资料 希望美国政府可以肃清中共间谍 关注中国人权 保卫自由美国 活动主要联系人之一 姚成曾是中国的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 当年他接受中共命令 策划到国外偷一架卡尔巴直升机 完成任务后不仅没有获得奖励升迁 反而因中共军方高层恶斗 成为被牺牲的棋子 如今他已亲身遭遇帮助世人认清中共 他表示卸磨杀驴是中共惯用的计量 在海外为中共卖命的间谍 应尽早向民主政府坦白罪行 自己就是前车之鉴 没错 洛杉矶律师郑存柱表示 中国新年期间 澳洲政府拒绝了长居该国的 亲共侨领黄项目的公民申请 并取消其永久居留权 就是一个警示 这些所谓的爱国侨领在海外享受自由生活 但却不断帮助中共破坏海外自由民主 郑存柱说 就应该取消他们的拘留权 让他们回中国去爱国 平静三月 一年一度的中共二会就要登场了 今年二会有个亮点你知道吗 二会能有什么亮点呀 不会是再来一个什么 蓝衣女白眼翻向红衣女之类的吧 错 这次的亮点不在记者 而是在主播 最新消息称 中共官媒将推出AI合成男女主播 上港报道有关二会的新闻 啊 用智能机器人来当主播 是的 由于AI主播是以央视真人主播为模拟原型制造的 所以引发公众担心 随着AI机器人不断成熟 配上不同的名人脸 可能会被用来冒充真人制造假新闻 而且啊 用机器人代替人 更直接涉及到道德伦理问题啊 没错 不过我觉得中共用AI机器人报新闻也不是全无好处 目前中共官媒风气太坏 比如2014年以来 多家海外媒体爆料中共央视主播已成高官后宫 不仅多位女主播陷入丑闻 连男主播也不例外 所以 有网友提出 如果用机器人代替主播 至少生活作风问题会有所好转 比如 不会再出现诸君性骚扰女实习生之类的事件了 有道理啊 另外啊 机器人不会念错字 不会乱说话 当然不会念错字 不会闹绯闻还在其次 我觉得 党媒之所以热衷推出AI机器人 最重要的一点 是党媒更急需一个 党性坚定 人性全无的主播